6月2日郭德纲发文自夸 我是卖票小能手 并配上了图片 图片中是麒麟剧社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的宣传照片 还有专场售票详情的图片 尽管宣传力度低 但也不妨碍门票受庆 不怪老郭自夸 从相声鼓曲到话剧京剧 只要有老郭参加的专场场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有老郭参加的演出 不但演出内容丰富 时长也非常惊人 特别是济南京剧专场 老郭在包工中一人分饰两角 台下观众接连叫好 并且到场的观众 有许多都是穿着时尚的年轻人 有谁还敢说老郭唱京剧是在毁京剧 虽然是在京剧的舞台上 但老郭也没有忘记整活 如果没有郭德纲 有谁能想到京剧还能这样唱 舞台上直接躺地下碰瓷可还行 除了碰瓷杂卦也不能少了 一边听着京剧 一边还能感受到相声舞台的杂卦 不得不说现场观众的票真是值了 看到老郭的整活 麒麟剧社的演员们也不甘落后 京剧版的挖呀挖 更是让观众们接连叫好 将时下流行与京剧相结合 这一做法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有观众表示 相比于听其他京剧 听老郭的京剧 并不枯燥乏味 比较生动有趣 特别是老郭的唱腔高亮激昂 舞台上各种动作戏花活不断 当有的动作难度系数高的动作时 忍不住的想发声喝彩 看得出来老郭是真的下了功夫 也卖力气 浮华到讲究 乐器般水平也高 并非简单的靠名气捞金 老郭为了京剧 也是下了大力气的 从麒麟剧社刚刚成立 只能卖出去九张票 入不敷出 到如今的一票难求 除了郭德纲和陶阳的流量带动 麒麟剧社结合当下流行元素的表演 也功不可没 就比如麒麟剧社 就比如麒麟剧社老蛋演员贾怀映的京剧翻唱 除此之外 麒麟剧社结合当下流行的歌曲 在舞台上跳起舞蹈 也让观众连连叫好 老郭曾经说过 能卖出票的演员 才是好演员 如今的麒麟剧社 不但把票卖出去了 还把许多年轻的观众 带进了京剧剧场 如此卖力气的宣传京剧 培养京剧人才 有谁还敢说老郭是在毁京剧